好了,下一套了,這套呢? 日本約是後宮回來的 實際是給我表一和 我已經是給他表一和了 我再說一個中文名字 就是《如果節日期》 《他日期》 《他日期》是女人,不是男人 搞錯了很大的事 雖然有他和他,裡面也有男女 因為有偽娘 沒難說的,他沒脫過下面 不知道是不是偽娘 為什麼這套是這麼多人 大家都知道那位畫師 其實畫一向在日本也挺受歡迎的 還有畫策 對上一套是什麼呢? 如果沒有記錯,就是其中一人是妹妹的畫策 我記得他之前暈了 你覺得角色畫風來半字差不多 就我開始了 那監督呢? 其實監督大家都知道 對上一套應該是宇宙兄弟 現在我沒有看的 但評價好像不差 沒有看的,沒有補回 很遺憾 這套很多人都覺得是否後宮 這套 在這裡說 怎麼說呢? 不是,我們男主角奇納實體 奇納風塔 叫做梭達館 用他的臨力 他可以看到人頭上有些奇 這些奇,可能是勝利之奇,失敗之奇 看到全 用言語或說話 甚至後來做法道可以用行動去 改變這支奇 即是Fat 就是他做了一些其他特別的事 即是他去救人 或者改變一些必要發生的事 是的,但他頭上就是一支非常大的死亡旗 一直都自己看得到 其實就知道自己大閒已到 死Fat 死Fat 死Fat也可以做好一套動畫 他也挺厲害的 唉,真是好歸心 吐他也是死Fat 但吐他也不等於死 吐他也不等於死 吐他也不是死Fat 什麼我要回家結婚的那些 是的,那整套東西 除了這個之外 他就去了一個叫奇奇谷的學園 住在英雄莊 不知道為什麼住到英雄莊 這麼大陸的名字 是很奇怪的 亦都遇到非常之多的奇怪的女學生 例如蔡波 你說全名 魔法摘士 魔法摘士 召喚子谷麗 盜察 龍騎士 玄玉麥 聖帝小路美三 英雄其南 忍者流離 就有個心說 大明子命 大師教何胡圖子 全都知道什麼怪名 為什麼名字這麼奇怪呢 對應一個故事 對應一個故事 這位男主角 不知道什麼名字 帶著一群勇士 杜察魔法師 這些名字 對稱的職業 去攻打 惡魔 什麼飛船 全部死了 光明試船 其實他是唯一一個生還者 因為他經常被人詛咒 只有他一個生船 整隻客船 結果一輩子都受到詛咒 結果 撞到蔡波 最後大家拆了一條橋 就是蔡波 原來是他的姐姐 很神奇 動畫看 我看動畫看 因為蔡波 首先的名字和其他角色 完全不同 他的後攻 是一個聖士 不是一個職業名的人 其次他是頭上 基本上 我看 我看 他應該沒有漏到 他唯一一個頭上沒有照過旗的人 對 因為他頭上是完全看不到旗的 所以蔡波 他其實 所有人的旗都看得到 所以我開始覺得 這個角色可能有些古怪 可能有些古怪 其實是看得到的 他有動畫鬥雙數個出來 OK 沒問題 但後面 其實我們是被不被獲 原來他攻略了這麼多後攻 其實是假的 他開始會說到 其實這個能力 看到奇 他還發動 可以看到任何未來之後 他們的數據很崩壞 不好意思 這個是踩死的網 你只是一個虛擬世界中生存的人 原來他在幾萬個 虛擬世界的生存間 原來是和他自己的 本來的王國 真實世界 有關 其中一個特務組 到第十集之後 原來廢文劇情 都接近是無關的 其實他只要 遇到那麼多個 不同的職業的人 混在一起 他就可以開啟到一個寶寶 開啟到一個寶寶 這些人 就會去到 突然間 就會變化妝 變化妝 和他性事有關的職業 然後就會和他一起打 天使客船 傳聞這個劇情 應該是原作小說 最新的重道 但我問我有沒有看 一流以來 他的動畫 都不太好 因為你一個前半集 學員 還在拍戀愛故事 突然跳到一個 打到RPG 真是熱鬥世界 又在西式網絡 的劇情之後 你都突然 你中間交代是 沒有了 他本來是想在中間鋪陳 因為太多廢民 結果鋪得太少 有些角色其實沒有寫 例如唱歌的偶像 老師突然進去了 也不知道 老師是不知為何突然進去 老師是有關的 然後有個唱 由私人那裏說過 其實很多人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例如龍騎士那個 長老 也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學生會回章 又不知為何會變得 大家那麼喜歡那個男主角 其實整套東西 是很古靈精怪的 應該他做了12集 就不夠劇 我不介意他給我分 你是你做兩季 你前半季還是學員 搞笑劇情 我不介意你下半季才開始鋪 這個 是廿寫沙漠的虛擬世界 我不介意的 你分開兩季 你可以用兩個方法 做這套東西嗎 是的 但他又用了很多的聲優 來幫忙做 但感覺上整套東西 故事就突然在第9集開始跳得很急 但跳到之後 其實就臨在故事原來 就完全廢話沒有關 結果 當然去到最後結局 就是和摩法師 可以說有些微來眼去 其實你連那兩條羅莉 摩法師在做什麼都不知道 他沒有任何別的聲音 你可以知道他想做一些事 他想毀滅人類 但毀滅人類 他出現什麼深仇大限 或者有什麼希望 在其立身上 I'm sorry 你完全看不出 他有說 一個就是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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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相信 又不知道在做什麼 但又不明白 要毀滅人類 因為那些人類沒有用 要毀滅人類 為何要毀滅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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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受過那些屈辱 有什麼對待 人類絕 為何會這樣打敗天使下船 其實我們都不太明白 就是放大絕 放大絕 突然有人離開 然後突然衝進天使下船 然後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礙 結果就打敗天使下船 大家看完 都是算 不要太大機會 起初我們都可能會 有太大機會 原來不是一個開心故事 原來他搞到一些 好像科幻片 他有著名的問題 但他還沒有 前面你說 奇立他怎樣 幫人拆其立 他有轉折 你一波的能力怎樣來 我清楚奇立他能力是什麼 他的能力在框架 就是如何突破他的限制 改變一些人的命運 OK 他做得到的 但後面他變得太快 他奇立能力中化之後 無限大 他會屈辱 就是等於我們看劇 所以 如果你說看插畫 就漂亮的 Cute的插畫 始終都是漂亮 不過你說故事 算數了 插畫不同動畫 沒辦法 很多人都是因為插畫師而來 可能很多人喜歡看你的其中一人是妹妹 所以可能人都看這套也不奇怪 開頭其實有點遲 但後來就亂了 原來其中一人是妹妹的 是會遺傳下來的 對 全部人都是虛擬人 你猜是真的 所以 算了 漫畫也是差不多 漫畫那幾期都不太清楚 算了吧 那我們下一套